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029-43A事故后 不再向目标提供食物 似乎目标并不需要摄取物质也能存活 在他的牢房外 需全天有三名警卫执行 并需有两名警卫在监控室实施监控 泛光灯安装在各地牢房的墙壁上 并且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光照 每月一次进行牢房清理 并检查是否有任何损坏 在任何情况下 均不能有任何男性 与SCP-029以任何方式进行接触 任何与目标进行接触的男性 在处决前将在三级居留状态下进行审讯 SCP-029要求以下物品 一张床 拒绝 一张毯子 拒绝 一些书 拒绝 一些衣服 拒绝 这太荒谬了 这女孩甚至连衣服都没有吗 我们又不是动物 让她有衣服征修吧 Boding博士 你得到许可给SCP-029递送衣物 在029-53B事故后 任何有潜在可能 与SCP-029接触的人 必须先观看 作为工作时 与SCP项目接触 特别是SCP-029的一种警示 描述 SCP-029看上去是一个印度协同的青年女性 似乎罹患全身脱毛症 她的皮肤色素超过80%是纯黑 其余部分则完全缺乏黑色素 类似白化病 她的眼睛也是深黑色的 SCP-029有严重的试杀倾向 并且显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 将任何物品用作武器的能力 然而她对于十对相见血 有强迫性的排斥 因此更加倾向于类似受害者 SCP-029被证实拥有十分灵巧的 比普通人类快四倍的身手 SCP-029同时也显露出 对任何形式的伤害 都有很强的抵抗力 所有这些额外的能力 在明亮或直射的光线下 会有很大的削弱 无论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 另外 任何男性接近SCP-029所在附近 一片由她感知范围决定的区域 将会服从她的意志 这些人会变得心甘情愿为她而战 甚至为她而死 SCP-029宣称她是 纳致上翻译过来就是 黑暗女儿 影之女儿 或夜之女儿 对SCP-029的调查证实 目标难以引导 因为目标一直试图杀死 或者转化任何与其对话的人 在囚禁她的几年中 她皮肤上的黑色色块一直在扩大 SCP-029最初引起基因会注意 是因为一名在印度乡村工作的特工 一次差点危及她性命的事件 让她发现一小撮自称为女儿服务的 所谓Sagis的狂信者 数星期的调查显示 他们相信通过牺牲一百万人的生命 献祭给黑暗女儿 世界将会迎来末日之年 卡丽优格 他们将复活他们的女神 并且毁灭世界 他们同时相信 必须通过勒死受害者进行献祭 才能成功 通过这些事情 特工追踪到了他们在山中的堡垒 在那 他发现了SCP-029 当于特工的联系中断之后 最终 我们抓住了SCP-029 附录 在抓住目标的七年后 SCP-029开始显露出 反常的色素沉淀增加 当问及此事 他声称 他的信徒们正在此行动起来 调查发现了一部分 从我们第一次袭击中 逃生的所谓Sagis的成员 在发现目标的所有信徒 都在那里准备他们的宗教节律后 就进行了一次战术空袭 当第一颗炸弹落地时 SCP-029从沉睡中醒来 开始怒吼 目标在之后的四小时里持续怒吼 语无伦次的吼叫着我们 杀害他的子民 在此次事件之后 目标的色素沉淀现象已完全停止 同时也在此次事件后 SCP-029开始积极地试图逃跑 以提议使用SCP-2820来无效化项目 作为一种可能的应对状况恶化的方式 以上这是SCP-029 简单来说SCP-029是一个印度女性 皮肤大部分是黑色 她有灵巧的身手 试杀天性 能够控制人类的男性 并且对任何伤害都有很强的抵抗能力 但是在光线下会受到大幅的削弱 从这个SCP的后半部分 可以知道这个SCP和印度教有关 Sagis 是印度近代以前的一个地下暗杀灶牌 常以宗造的理由 杀害路人并抢走财物 他们通常都是以不见邪的方式 类似说坏者 这与家里与罗奇多皮都争斗的神话有关 罗奇多皮都的血滴在地上时 每一滴血都会成为一个新的分身 最后加里把罗奇多皮肚整个吞下 并把他的血液喝紧 图骑认为他们是加里的孩子 由他的汗水所生 图骑最后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打击下消失 结合这个历史 可以推测SCP-029应该类似加里的化身 虽然在许多艺术创作中 加里都是蓝色皮肤 但在神话中 他皮肤其实是黑色的 SCP-029身上黑色部分 随着献剂增加 可能代表了加里的觉醒 当SCP-029全身皮肤都变黑 就是加里现实之时 最后提到的SCP-2820 其实也是一个与印度教相关的SCP SCP-2820是一个由称为 加勒剂的人工智慧控制的能量武器 每隔一段时间 他会锁定一个人作为目标 这些人最后都会被发现存在异常 他会发射一道蓝光 在发射后24小时内 被锁定的目标会因为一连串 看似无关的事件而死亡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个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出了你的SCP-029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